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今天分享个好吃的面食 准备普通面粉280克 少许食盐增加面粉筋性 用温水和面,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状 下手和成光滑稍软的面团 和好的面团移到面板上搓成长条 再切成小剂子 切好的小剂子整理成圆形 用手压扁 全部做好之后摆放在盘子里 表面刷层油锁住水分 盖上保鲜膜,饧面至少20分钟 饧面的时间越长,面团的延展性越好 接着我们再准备些配菜 胡萝卜切成小方块 准备一个土豆 去皮后也切成小方块 准备些香菇 先切长条 再切小碎丁 切好后先装盘备用 准备些瘦肉 切成小肉丁 热锅热油 放入切好的肉丁 翻炒至肉丁完全变色 放入香菇 继续翻炒均匀 加入一勺黄豆酱 翻炒出酱香味 放入切好的胡萝卜和土豆 翻炒一下加入适量食盐 少许胡椒粉 适量生抽 再次翻炒均匀 加入适量清水 盖上盖子 先大火烧开 这个时候我们取出饧好的面团 捏住两端 轻轻地摔打拉长 像这样就可以 锅中水烧开 放入拉好的面条 用筷子轻轻地搅动一下 防止粘在一起 煮三分钟左右即可出锅 这样做出的面条 特别的筋道入味 汤鲜味美 做法也特别简单 感兴趣您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收藏关注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